哈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吃货小尾 今天我们来拆一个顺风的快递 看看里面有什么吧 这个纸箱子里面还有一个泡沫箱 泡沫箱里面还有一个保温袋 里面有两个冰袋 黏糊糊的 今天我们来吃一款竹鼠 拆一下 这个是已经做好的红烧竹鼠 这个也是一位小伙伴配件的 要是真的让我买一个整只竹鼠 以我的厨艺 可能做不太好 咱们就吃这种现成的吧 不买不知道 一买吓一跳 这个竹鼠肉真的是不便宜 这一袋200克 128块钱 我也是信了那些10块钱三只的鞋 尝一尝吧 里面的汤汁已经结冻了 快看这里有一只竹鼠已经熟了 不吃的话它就会烂掉 怪可惜的 既然如此现在我们先去把它给加热一下 这个加热之后闻起来有点像鸡肉的味道 如果没看到这个肉皮的话 我还以为就是炖着鸡肉的 汁水蛮多的 赶紧来尝一块吧 嗯 这个味道真的是竹鼠吗 这个竹鼠里面的瘦肉 吃了的感觉就跟牛肉一样有嚼劲 就这小孩也不是很多 来尝一尝它这个竹鼠皮 看起来特别像那个猪皮 但是这个皮很软 非常的软 入口即化 我今天真的是想用入口即化来形容这个竹鼠的皮 真的是 跟猪皮完全是两个概念 来尝一个内脏 这个 是什么来着 很好吃啊 特别有嚼劲 这肉真的跟吃鸡肉一样 全是葡萄 这个皮啊还真不少啊 我都吃了好几块还没吃完 就是这个味道稍微有点淡 如果口味能再重一点就好了 你们说这个老鼠肉跟这个竹鼠肉的差距有多大 突然有点小好奇 虽然它们都是鼠 但是感觉差距应该蛮大的 野生的竹鼠是属于国家保护动物 但是像这种养殖的还是可以吃的 看这个肉的纹路也跟牛肉有几分相似 竹鼠嘛 竹鼠常年都是以竹子为食的 跟我们的国宝大熊猫喜欢吃一样的东西 就因为它喜欢吃这种粗纤维的食物 所以它的肉质才会这么的好吃啊 好 今天这个128块钱的竹鼠就先吃到这了 也是第一次吃竹鼠 这个味道真的是有点错乎意料的好吃啊 我还以为这又是一个少数人才能尝来的美食呢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点了 喜欢的视频可以关注一下 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内建的可以在评论区里 那么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